所以,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啊,他就听说是那个英国王的最喜欢的一份子,是粉红寺啊 所以他就回来加普,他要跟那个老百姓家,把那个每个人的那个房间,都要图成那个粉红寺啊 那他心里想,就是英国人,英国王来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这个粉红寺,就会很开心 所以,他会用那个英国王的夏令,他将在城市的建筑,都需要通常那个粉红寺啊 但是,我们直接不知道啊,这个颜色是好像橘色的,但是他们还是要说这个是粉红寺啊 因为你们这两个人要看这个颜色,不算粉红寺 出来的时间是比较简单啊,你们会看到他也有反对那个两个部分嘛 他的后面还有一个圆形的,后面的这个部分是代表那个北半球 这个是南半球,所以现在夏天的时候,太阳在南半球,所以你要过来这边啊 但是,七月份以后啊,你要过去那个后面 所以,四月份到那个九月份,你要过来这边,然后七月到四月,你要过去后面 所以,现在太阳在南半球,所以我们要过来这边看时间 中间,你们要看到一个贴桌的东西 要看它的影子落在哪里 哦,它落在那一边 对,在这里 然后,你还要加这个二十二关,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有没有看时间啊 你们在这边要看这个日规,跟这个,就完全一样啊 这个是比较小,这个是比较大 但是,它为什么要改同样的两个呢 这个国王,他先改一个比较小的,然后看时间就不准 然后,就改一个大的 所以,他在这边,那个天文派,他都改那个两个设备啊 同样的,一个是Model,然后去改一个 这个日规啊,我们用这个设备,我们就会算出来那个太阳的那个星座 然后,你们台湾啊,还有那个其他欧洲的国家,你们都要十二个星座 对啊 然后,你们都要看一月份到二月份,二月份到三月份,就这样啊 但是,印度中共要那个五十六个星座 五十六个 然后,每一天,不同的时间就是要不同的星座 比如说,今天早上要出生一个,早上六点钟出生一个小朋友 跟早上七点钟出生一个小朋友,星座都不一样啊 所以,以前爸爸妈妈,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知道 是他的那个小朋友的星座是什么星座 除非,他要交一个算名词,跟他讲,就是那个他的小朋友的出生的时间 他才会那个算出来啊 所以,这个国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改这个设备 就是每一个人,他自己过来这边,就自己会算出来他小朋友的那个 出生的那个时间,然后就可以算出来那个星座 中间,你们要看到一个贴盘吗 嗯 这个是代表那个太阳 啊,中间的这一条线,这个是那个赤道 啊,这两个设备啊,一起算一个那个地球 这是地球的一半 所以,这两个一起要算就是那个一个地球 然后,下面那个一块一块大利士班都要写那个五十六个那个星座的名字啊 然后,现在三点半,你要看这个太阳的影子落在哪一个星座上啊 有没有看到? 在这里啊,到场面要写那个这个星座的名字啊 但是,这个影子慢慢就是下去啊 如果你四点钟要过来这里啊,你会看到就是那个这个没有这个影子啊 所以,你哪说要过去这边啊 所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要交完啊 就三点到四点,你要过来这边 四点到五点,你要过去这边 还有五点到六点,你还要过来这边 哦 因为,等一下你们会看到它慢慢就下去了,就不见了 然后,在这边你们还看到还有一个是那个十二个星座的模型啊 在这边 为什么这里要五十六个,这边要十二个呢? 因为这个国王他也要去英国啊 所以,他在英国要发现啊 就是英国人只要用那个十二个星座啊 所以,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 他在这里要改十二个星座的模型啊 所以,等一下你们在这边拍照的时候 自己要找自己的星座 站在前面这样就可以拍照了 哈哈哈哈 啊,这就是模型 所以,这个国王的女儿就很喜欢这个门票的人 所以,他很想就是要跟他结婚 但是,他的爸爸活着的时候 他的爸爸不允许 要他女儿要跟这个买门票的人结婚 然后,他的爸爸是2014年啊 一月半的时候,他的爸爸死掉 就是早上几点,他的爸爸死掉 所以,以后就是住入十二点钟 他的女儿就要搬他的爸爸的那个上葬仪式啊 那,晚上六点,他自己搬他自己的婚礼 哇! 所以,同一天,他要跟这个买门票的人有那个结婚 所以,以前是这个买门票的人的收入 是差不多要2000块台币啊 一个月啊 现在,这个人是那个五个五星级饭店的老板 其中一家饭店是七星级饭店 哦! 所以,现在,这个买门票的人 和他老婆住在这里 啊,这边是那么多观光客啊 要来这边要谈判这个长寿博物嘛 都是要来看这两个水港 有没有看到? 有! 这两个水港呢 是那个全世界 他可以用那个银做的 就是最大的那个银制品 但是,这个国王为什么要做这两个水港呢? 因为,我说就是他建立了这个城市以后啊 他还要去那个英国 就是邀请那个英国王要来加布 但是,他要去英国的时候啊 他有些朋友跟这个国王说 就是你要去英国 但是,英国人都要吃那个牛肉 还要吃猪肉 所以,你怎么会用那个英国的水 就是要摆摆身 所以,你从印度一定要带那个恒河水啊 然后,洗澡的时候 你也一定要用那个恒河水 所以,这个国王先要做一个水港 然后,他发现呢 一个水港可以那个容纳 九百加仑水啊 但是,他相信他说那个没有飞机嘛 所以,他想要多观 要去英国,还要回来啊 这样,然后,前面可能还要住一个月啊 所以,可能差不多需要那个六个月的时间啊 所以,九百加仑水是不够啊 所以,他还要盖那个同样的 还有一个那个水港啊 然后,中共要带那个一千八百加仑水 带去英国啊 然后,但是,他在英国啊 要住了十五天以后啊 他就发现可能一千八百加仑水也不够啊 所以,以后,他开始用那个英国的水 但是,里面要加一点那个很饿水 然后,就 然后,回来的时候,就跟着他 就回来 他在英国的时候啊 他有一天要去逛街啊 在伦敦啊 然后,他去逛街的时候 他突然又发现呢 有老斯莱斯的 有一家商店啊 老斯莱斯的 所以,这个国王他从来没有看过 这个老斯莱斯的车啊 所以,他就是要进去里面 就是要看这部车啊 然后,他那么喜欢呢 他要摸这部车啊 所以,然后说里面的这个英国人啊 就是商店的这个英国人 他就过来啊 他要骂他掌管 他说,你就买不起这部车啊 就是为什么 你就弄张这部车啊 因为这个国王 穿的一部是那个 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商店的这个英国人 他也不知道他是个国王 所以,骂他然后让他赶出去啊 然后,那天班店啊 他就很相信啊 这个国王啊 所以,第二天早上 他一早上 他要去这个商店了 然后,这个商店的英国人 他说,你昨天来过 你再来今天啊 他说,我今天要来 因为我想买七部车啊 所以,多少钱跟我说 我现在要付这个钱啊 哦 那时候,那个这个 英国的这个人啊 他要跟那个 老斯莱瑟的老伴要联络 他说,印度的有一个人 他又想买那个七部车啊 然后,老斯莱瑟的老伴自己又过来 然后,又跟这个 这个印度的这个国王要见面了 然后那个,他就说 这个国王说,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可以买你的那个七部车 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 是这个英国人 你的商店的这个英国人 跟我们一起去那个印度啊 然后,就教我们 就是这个车子的操作啊 就是怎么开啊 这样,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部车啊 所以,这个老板就同意了 然后,那个这个英国人 跟那个这七部老斯莱瑟 跟这两个水缸 他一起带来印度啊 然后,他一到家铺啊 这个国王从来没有做过这七部车啊 他在每一部车的前面呢 就绑起来两个扫把 要烧地的那个扫把 两个扫把就前面绑起来 然后,又让这个英国人 就是从你今天 每一次要去那个家铺的每个人的家里 受垃圾啊 所以,这七部老斯莱瑟 就变成那个受垃圾的车啊 哈哈哈哈 所以,这样是那个全世界 有那个一个很大的洗暖啊 就是家铺的国王用那个七部老斯莱瑟 就是要做那个 受垃圾的车 所以,这个老板 那个老斯莱瑟的老板 又感觉就是 看到是他的名誉这样白掉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 老斯莱瑟就变成受垃圾的车啊 所以,这个老板就自己过来家铺了 然后,又跟这个国王又抱歉 因为,他就知道所有的故事啊 为什么这个国王要做这样啊 哈哈哈哈 所以,他以后就是要跟他答应 就是好 就是这个英国人就可以回去啊 然后,那个他就把这个七部老斯莱瑟 就放在那个小坡的那个国家博物馆了 所以,我给你们看这个照片 哈哈哈哈